洪秀柱在网络上开设节目 最近这一期邀请到的来宾 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畅谈国民党的改造工程等话题 对于国民党目前的现况 洪秀柱以前主席的观点来平息 多次呼吁提醒江启臣不要怕 王洪威谈到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建议案时 表示国民党的做法是将九二共识摆在那里 然后提出一个新的产品 洪秀柱认为 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建议案的四个主轴 基本上跟其他政党一样 没有提出核心主张 看不出国民党跟别人不同之处 再者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是意义中的规定 未来国家目标是统一 如果这个都要冷冻起来不谈 影响层面会很大 洪秀柱更表示民意如流水 今天往东明天往西 如果今天一个政党只是会随波逐流 而没有自己的主见 这个政党其实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所谓的台独从来都不是国民党的选项 然后这个政党für要是堂核心 今天就试上来都不是国民党的选项